这是他在芬兰土地上的第四天 也已经逼近旅程的尾声了 罗瓦涅米在芬兰拉普兰地区 是一个坐落在森林和湖泊间的美丽城市 这座城小小的 但却拥有相当丰富跟美丽的北极圈文化跟自然景观 也让它成了游客们喜欢到访的观光圣地 在罗瓦涅米我们坐了哈士奇拉车 也住了玻璃屋 今天我们则要前往圣诞老人村 才不枉费来到了圣诞老人的故乡 欢迎回到生活不就这样 我是老板 我是小千 我们现在来到圣诞老人村 还没有雪的圣诞老人村 我们刚才坐着我们度假村的shuttle bus 来到这里 圣诞老人村是一个不小的园区 园区内一年四季都会播放着圣诞节的音乐 里面有餐厅有小木屋玻璃屋提供住宿 也有许多纪念品店 不过没有了雪的加持 更多的好像就是浓浓的商业气息 这里的santa claus office 甚至布置了圣诞老人的工作场所 也提供拍照的服务 就是一个展示圣诞老人的礼物们 但就是礼物们 他这个的印象他是说是 santa claus的office 所以也就是说 圣诞老人是在这边整理他的礼物 对 然后要送到各处 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概念 去区吧 要怎么去啊 距离83天就是Christmas 所以到了圣诞老人那边要跟他拍照的话 就不能用自己的相机拍了 然后如果你想要买照片的话就可以买 在另一栋建筑是santa claus post office 你也能在这里买到明信片 然后直接在这里寄出 post office 这里面应该会卖一些明信片 让你可以寄信 哦 你看他这台可以选 比如说你是想要寄到 马上寄 还是说Christmas再到的 所以其实是很不错 总共大概200个国家寄给santa claus的信 这里应该是没有全部啦 但是就是有包含了一些 order a real later 可以跟他预定一封写 是老人写的 老人写的 是老人写的 是老人写的 呵呵呵 我们从小就住在北回归县经过的台湾 实在是很难相信 有一天我会踏上这相差纬度40多度的 地球背端 就是这条线啦 化学北极圈线的练琴 呵呵呵 对 我跳进来咯 我又跳进去咯 打我本蛋 虽然说没有雪 但是圣诞老人村它就是一年四季 其实都有开放 然后会有一点点想要营造的那个圣诞气息 至少整个村都是红色的啦这样 但如果说你非常希望这个圣诞 就是要搭配雪景的话 那当然冬天来会比较好 圣道老人村本身也有哈士奇雪橇 雪上摩托车 还有巡路雪橇等等 如果想要在同一个地点一次解决所有的活动 也是挺方便的 Rendier 直到4点 他们已经回家了 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一条 应该是他们会行走的路径 这边就是有显示 圣诞老人村跟各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然后有台北咯 在这上面 距离7804公里 在哪里啊 不知道 你不想给我 好 好 该不会掉了 我们那个Sony的麦克风 这是它的接收器嘛 然后它有一个无线的麦克风 刚刚夹在我身上 然后 我没有夹好它就掉 然后我一直找不到 我以为 要换你的行动 你是不是预谋犯罪 故意把人家丢在这里 它在这里 你很调皮耶 你为什么乱跑 调皮 调皮搭蛋 得益于丰富的自然景观 你在北欧五国各处 总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践行步道 因为距离我们返回赫尔行机的火车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圣诞老人村也关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决定到圣诞老人村对面的步道 走走 圣诞老人森林步道喔 刚好我们现在时间也还没到 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坐这种木栈道真的是 步道总长有3公里 为什么在欧洲这么适合 hiking 蛤 因为凉啊 喔 凉喔 不是 你那30几度你会想hiking 好像也是 因为我们之前去挪威也是 也是遇到蛮多 这种行程 就是在很多点他都会有hiking的行程 就是在很多点他都会有hiking的行程 感觉他们还蛮喜欢户外活动的 走在毫无人机的步道里 看着满地的松果跟迅雷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边走边聊着天的我们 真的好舒服 松果 好小喔 好多小松果喔 都超小的耶 原本以为能跟野生动物来场美妙的相遇 原本以为能跟野生动物来场美妙的相遇 但最后我们只有遇见了一只小松鼠 一二三四五六 我说想他刚刚在飞 而且他现在飞的偏慢 我没有 这里 我妈 这里 他该不会是 那种耳朵会有长毛的那种吧 不 欸他真的是红色的耶 红色的吗 他其实有点像狐狸 清楚吗有被挡住吗 还是有被挡一点 我觉得有点太清楚 太清楚了 对啊 你现在是在 敲刀吗 没有我现在觉得手很酸 蹲下去拍很累喔 尤其是身上背大的东西 所以我才跟你说我蹲不下去 对啊 他本身也重 然后我身上背的也重 我刚拍松鼠真的是 洪荒之力耶 真的 因为他这么高 而且衣服很厚 还会有点卡卡的 我们已经几天没有看到太阳了 就知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看到的太阳 而且他也是很勉强的露出一小刻头 对啊他其实上下都被乌云遮住了 对啊 他很努力的想要露出一点点 但被我们看见了 你很棒 对啊 罗亚涅米的交通算是不太方便 公车班次跟选择都不多 很多时候都仰赖你参加的活动 他们包含了接送服务 如果想要搭车前往罗亚涅米市区 火车站 穿过地下道 来到圣诞老人村的对面 就能看到小小的公车站牌 因为他这边上面好像是没有马路可以过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要依靠这个 Underpass 因为上面就是都是车道 所以反正就是一定会走这边 然后你在 好180度 这边就是圣诞老人步道了 就是反正你穿过Underpass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近 因为我们早上本来想要搭一个shuttle bus 去度假村旁边的hiking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pass了 但是 诶 这边 得到了一样的这个 体验 不一定一样啦 但至少也是满足了我们hiking的这个小愿望 圣诞老人村对策的巴士 就是这个小屋子喔 就是这里 你竟然没有卡住 不知道什么鞋 我刚刚也以为他是有位置 他就只是一个洞 我们在等公车的时候 刚好遇到另外一组 看起来应该也是观光客 然后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看起来像当地人 甚至有可能是Santa Claus的员工吧 然后他们就在聊 聊到这个公车会比较taxi便宜很多 除此之外 聊到说 基本上这里每天都是极光啊 只是 刚好这几天都是Cloud 给你们看一张上礼拜的 干嘛那极光超大 超美的 我真的是傻不好言 他确实也有说 九月其实是很适合 看极光的季节 地球的位置会有关 其实极光的强度是好的 但是 就是天气要好才可以 九月天气应该也比 就是正冬天好比 正冬天你可能都下雪 然后 然后暴风雪什么的 你就算强度很高你也看不到 所以九月其实通常算天气好 但我们就是这么 这么的幸运挑战这么多 雾跟云的这几天 然后 故事走到这里 也差不多是尾声了 我们在火车月台边 挣扎看着手机APP上显示的极光强度 了解到只足以透出一点光线的云层 仍然没有办法在最后 为这段旅程带来惊喜 最终 我们还是上了返程的火车 这趟芬兰之旅 说有多遗憾就有多遗憾 却第一次踏踏实实的跨越了北极圈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纬66度33 伊贝的地方 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极北的景观 动物气候 真的很迷人 对我们来说 还是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 芬兰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